Hi 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7月4號星期一 上禮拜我們在Facebook直播的時候有講到 初學者在網路行銷上面會問到的幾個問題 然後我只講了兩個問題就已經講到了快半個鐘頭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今天禮拜一 我們再來我這次直接用錄影的 因為8點的時候我可能不一定會在現場 所以先把影片錄起來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第三個題目 同學問到怎麼樣才能夠知道自己的程度有進步呢 就是網路行銷學一段時間之後 你到底要怎麼樣去檢視自己到底有沒有進步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寫日記 為什麼要寫日記呢 因為做網路行銷你要不要寫文章 要吧 那你就算不寫文章的話 你要不要拍影片或者是你要不要做圖片 那也就是說你要不要做文案這個東西 網路行銷或者是傳統的行銷 你要著重的重點都是在文案嘛 你即使有再大的曝光量 可是曝光出去之後讓訪客來到你的網站 或者是來到你的Facebook 或是來到你的部落格 甚至是來到你的Linead 結果呢他看到的文字 是一段完全不吸引他的文字 那代表你的文案寫得不好 或者是裡面也沒有吸引他的圖片 或是詳細介紹的影片 那代表你的文案根本就不能夠打動對方 那你要那麼多的流量幹嘛 沒有用 就好像你今天開了一家店 這家店呢 在一個忠孝東路 台北的忠孝東路 人潮很多 或者是一個夜市 結果呢 你的東西一看就不好吃 那你在那邊人潮再怎麼多 也沒用啊 對不對 因為東西看起來就不好吃 人家吃都不想去吃嘛 所以文案就好像你在賣的東西 你在銷售的產品 如果你這個產品介紹寫得不好 或者是你根本就沒有誘因 讓人家繼續往下看 那你人潮再多 買了廣告再多 曝光量再大 進來了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十萬個人又怎麼樣 人家看了就走掉了 浪費錢 所以每天寫日記 養成一個好習慣 寫日記最大好處是什麼 我們不是像以前說 一定要拿一本 不只自己寫日記本裡面 不是這樣 寫日記最重要的是 你要練習去寫部落格 那你在部落格裡面去寫文章 而且這個文章是可以公開的 你不是寫給自己看喔 你是寫出來讓大家看喔 你要去寫你今天 發生的所有事情的反省 有沒有什麼心得 假如你每天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要太多字 譬如說100個字 剛開始 100個字 200個字 慢慢進步到300個字 500個字 你要去寫什麼內容 你可以在 剛開始你如果只有100個字很少的話 你懶得去開部落格也沒關係 你就在臉書上面寫 你寫我今天學到什麼東西 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300多位學員 購買了網路行銷欄人包的課程 獲得這個終身學習的資格 你在看課程的當下 你獲得什麼啟發 你把這個你獲得啟發寫下來 然後邊記錄一下大綱 也許你看了一個鐘頭的課程 然後你看到哪一個點是觸發到你的 有啟發你就趕快把它寫下來 把這幾個大綱寫下來 譬如說你看完一個鐘頭的課程 然後你寫下了五點 你覺得你從來沒有聽過的 最受到啟發的五個點 重點把它記下來 然後呢 你就在當天你在睡前 或者是在看完課程之後 你就馬上寫 馬上記錄 今天我看到了什麼 然後對我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然後我學到這個之後 我可以怎麼去應用 你就把這三點 寫在你的Facebook上面就好了 那你長久每天做這個東西 做這個動作 做習慣之後呢 你可以累積到300字 500字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把它寫在你的部落格裡面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學到的東西 你逐步的累積 把它寫在部落格裡面 第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每天去反省 你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 第二個好處是 你可以讓全世界的人看到 你到底會了什麼東西 因為你學到了 然後又把它寫下來了 表示你有消化過 那就代表你學會的程度 是比較高的 而且呢 如果能夠這樣子 持續做一年的話 你在這個部落格裡面 就有非常多的內容 你想想看 假設你今天看到一個人的部落格 然後這個人的部落格 寫了滿滿的100篇 甚至300篇文章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人 非常值得信賴 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我希望你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的部落格裡面 累積你自己寫的原創性文章 為什麼要原創性文章這麼重要 因為在Google搜尋引擎 或者是Yahoo不管 任何搜尋引擎 它很排斥 你的文章是去抄襲的 但是呢 它很喜歡你的文章是原創的 如果這篇文章是你自己寫的 自己是原創的 那代表這個文章內容 不會跟別人重複 一旦你的文章內容 沒有跟別人重複的狀況下 那Google呢 它就會覺得 你這篇文章具備參考價值 假設今天別人去搜尋的時候呢 Google就會把這篇文章排得比較上面 讓別人比較容易搜尋到 所以你在寫文章的時候 你必須去訂定上面的關鍵字 譬如說我今天學到的是網路行銷的影片 應該怎麼去製作 譬如說我用Centusia的軟體教學 那你是不是可以寫一篇 關於Centusia製作影片的教學步驟 然後你大綱條列幾項 Centusia必須先開啟檔案 然後匯入影片 然後或者是直接截取桌面電腦的 桌面電腦螢幕的影片 那你寫這些文章 將來有人去搜尋 截錄電腦螢幕的影片 該怎麼製作 那個時候呢 你的那篇部落格文章 就有可能被找到 因為你的文章被找到之後 人家就會好奇 那這個文章是誰寫的 所以你的部落格文章裡面 除了要有你每天的心得 反省過的心得 學習到東西的心得文章之外 這代表你的專業呈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頁面 叫做自我介紹區 在自我介紹的那一頁呢 你要單獨出來 單獨列頁自我介紹 把你的從以前念過的學校 或者是你住過的地方 你曾經當兵的地點 或是你曾經在哪邊約會 甚至你曾經在哪邊得獎 或是在哪邊就讀 在哪邊工作 這些都是你可以寫下來的經歷 還有你曾經做過的哪些工作 你都可以把它寫下來 為什麼要寫自我介紹那麼重要 因為人家看完了專業呈現之後 他知道原來你會這麼多 你學習到的東西 之外呢 人家還會好奇你到底是誰 這個你到底是誰呢 他會加深人家對你的印象 所以如果有了專業呈現之後 還不夠 因為這個跟很多人都類似 你會的東西別人也有可能會 但是呢 你的自我介紹保證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的自我介紹一定跟別人不可能相同 一般人看完了你的專業呈現之後 再去看你的自我介紹 就會對你非常的印象深刻 所以我以前獲得了這個TVBS的專訪 或者是這個出書的經驗 都是因為有人去搜尋網路行銷 或者是網路創業 然後找到我的網站 看到了我的部落格文章之後呢 發現這個主題是他們要的 那流奶爸到底是誰 所以他們就會去看關於流奶爸 所以我說 為什麼專業呈現跟自我介紹這一頁 在部落格裡面兩個一樣重要 今天主要就是介紹你 怎麼樣去做到這個同學提問的問題 怎麼樣去知道自己有進步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每天都寫下來 你到底學了什麼東西 你寫了半年一年之後 你會不會有進步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哪個地方有進步 都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去記錄 都沒有去寫下來 一年過後 你可能忘光了 我到底學會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假設你學到的東西 你每天都有去使用的話 你會記得 但是如果你學到的東西 你每天都不去使用 你肯定會忘記 不過呢 假設你每天都沒有使用 但是至少你有把它寫下來 代表你的學習印象 會比別人還要深刻 所以我會鼓勵你 一定要把它寫下來 而且寫在一個部落格裡面 把它整理出來 你可以把它圖文並茂地整理出來 這個部落格對你來說 是一個非常加分的工具 有了這個部落格之後 你可以像我一樣 在一段時間之後 別人在造訪你的部落格之後 他會對你肅軟起敬 哇 你是一個這麼持之以恆的人啊 因為別人對你的尊重感 就這麼產生了 所以你說的話就具備影響力 影響力在網路行銷裡面 或者是在傳統行銷裡面 不管在什麼樣的行銷領域裡面 影響力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影響別人的話 你講的話別人才願意聽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告訴你的 網路行銷它著重的重點在哪邊 著重的重點就是在於 你每天的累積 有沒有辦法把它留下任何紀錄 這個部落格就是最好的一個筆記啊 你把它記下來之後 以後呢 你的影響力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這一點 每天持續去寫100字 200字 500字的部落格 那如果你說 哪怕我不是你那個 網路行銷的懶人包的學員 沒關係 你就訂閱 劉奶爸的網路行銷八點檔的 Line at 小老鼠L-I-U-B-A-B-A 你就去訂閱 你用Line去搜尋 小老鼠L-I-U-B-A-B-A 你去搜尋這個ID 加入Line at八點檔 我每天都會發送 這個八點檔的網路行銷教學 你看久了 每天看你也會有心得 把你的心得寫下來 記錄下來 你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每天去記錄一點點 記錄一點點 你就會覺得一年之後 你學了好多東西 OK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